本土登革日疫情延燒 上个星期新增了一百二十七例本土确诊 累计目前全台有四百二十五例本土病例 创下近十年以来同期新高 必须特别注意并发重症的风险 环保人员针对台南空地和水沟 加强消毒喷药 避免并没有滋生 因为机关署公布 国内上周新增一百十七例 登革日本土病例 分布在台南云林高雄屏东及台中市 目前国内累计有四百二十五例本土病例 创下近十年以来同期最高 而且社区已经出现第一型 及第二型登革日病毒 高风险族群需留意重症警示征兆 另外流感疫情虽然降温 但是重症通报数并未下降 上周新增二十八例流感病发重症病例 并新增九例流感重症死亡 都是四十岁以上具有慢性病史的病例 值得注意的是重症个案当中 有一名北部未满十岁女童 七月中旬流感病发脑炎 一度入驻加护病房治疗 至于新冠肺炎疫情上周每日平均新增一百五十三例 病发症病例已经连续四周下架脱离高原期 外界关注口罩政策是否进一步松绑 机关书表示医疗机构老人福利机构等 因为接触高风险对象的机会较高 因此仍要求强制戴口罩 但是医事机构例如药局等 可能会优先调整为建议戴口罩 目前正在研议中 记者那属民蒋龙翔 温正恒 台北台南采访报道